Uber 司機把人丟在快速道路上面 酒醉吐Uber 司機丟乘客下快速道路 這個月19號4.34點多 陳晨晨跟朋友他們搭Uber 因為在KTV喝了太多的酒 沒有想到經過快速道路的時候 陳晨晨的朋友不聲酒力在車上吐了 他就堅持叫我們下車 那你也把我們送到橋下之後再幫我們下 而且清潔費我騙錢也沒有關係 他說這不是錢的問題 後來他就說你們下車就對了 快速道路上面的車子真的非常的多 而且車速都很快 就這樣把人丟包在上面真的非常危險 但最讓陳晨晨生氣的是 他問Uber說丟包事件要怎麼處理 但Uber卻只在乎清潔費 還好意思跟我收清潔費我感覺莫不其妙 那這情形如果發現在計程車上 他們會怎麼做呢 我們會帶他到派出所警察來處理 這樣就OK了 省得麻煩 我會把他站到目的地 要求他洗車的錢 你可以叫警察來處理 沒關係 你別再不能把客人丟到 萬一發生車禍被撞到了 人有怎麼樣那怎麼辦 找誰 雖然說車上被嘔吐摸弄得又臟又臭 但是把客人丟包在橋上也不大對吧 我們來中心核不重要指令 新北採訪報導 把客人 fulfilling 就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